在老城區入面的這間書店開了二十多年 雖然期間搬過幾次地址 但他喜歡他的人對他的熱情絲毫未減退過 入到門口就是迎面而來的歷史感和懷舊感 入面的格局就好像迷宮,感覺自己被書包圍著 整個空間都充滿了紙墨和茶花的味道 而這裏還有不少的私人空間 入面的書都會經常更新,不是異糧填充的書店 品類都很多,每次行都好像銅錦寶一樣 找回一個安靜的角落,看看書,喝茶的確好解壓 原來他還有一間超有感覺的花房 果然是文藝青年的聚集備 很多人都說實體書店的行業真的越來越難做 但先行就在逆境中重生 所以希望佛山會有更多這種比城市人喘氣的小地方 這裏經常會舉辦不同主題的分享會 大家可以來參與一下 注意到了店,不要打擾其他讀書的夥伴